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隆重介绍的这个东汉诗期 属于公元220年 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 称为文面奇寿玉 这个文面奇寿玉是白玉材料 是属于国宝级的文化产物 在我手中已经超过25年的光景 至今才拿出来让大家欣赏 直东汉文面奇寿玉 白玉雕琢而成 玉子温润有光泽 上下局部具有透明的银白色清衡 气身完美无瑕并可通透 白玉造型为圆形平底 厚度为1厘米 直径为18厘米 重量为394克 整体设计为银白色 在此圆异气身当中 所环绕的七支突出文面奇寿玉枝皆伏雕 生动精美的造型 其文是主体巧妙地分布在上下左右 前后各个层面 而在正面气身白玉中 不同的有三支大骑兽 从圆异气身的中心点凸显而出 是最大的一支骑兽 形态有如正在奋动奋战 高昂勇猛地统领着各个骑兽 另外上下两支 有如腹位左右的骑兽 骑神态蓄势待发 雕着许许的伏 反光正面中还有三支骑兽 附身在圆异气周边 头背对峙着 他们拧紧昂首并入目对峙 仿佛在方转骑附近变化多段 唯有特殊的一支骑兽 是附在圆异气反面周边 正在猙獰凶猛地 严守其光口 在圆异气身上的骑兽浮雕与布局 既本人细查推测 或许是以守卫江山作为主题 而整体头雕文面骑兽气韵 呈现出一种体韵 汉代之雄强气象 又有精细编织 鲁力而辉弘的韵律之美 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白玉来看 这件独一无二的纹路 东汉文面骑兽玉 就具有战国的遗风 上下左右四方 连续环绕文面之奇数 浮雕 布图 主刺分明 布局错落有之 雄魂古朴 康称古代玉雕一卷 代表了东汉意气 雕琢技术到最高水平 是当今无愧的国宝级文物 在此也欢迎考古学家们 不令抽空一起来 研究探索紫东汉文物 其背后的精彩故事 谢谢大家